卧槽,这特么也太惨了吧 2020年11月28日,奥克兰警察接到报案 赶到现场后,不禁报了粗口 只见一辆路虎SUV后备箱里 一具残缺不全的女尸蜷缩其中 血腥味扑灭而来 经鉴定,死者竟是华人圈赫赫有名的女富豪忠宁 这个昔日叱咤风云的商界女强人 如今却沦为一具冰冷的尸体 实在令人唏嘘 可怜她一世英明,却难逃至血淋淋的结局 这究竟是双怎样的血案 又有何等深仇大恨 才会让凶手下次毒手 鼠哥今天就带你一探究竟 揭开这起富婆分尸案的惊天内幕 这天,住在奥克兰的吴女士呢 急得就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 团团转个不停 她跟好友钟永儿约好了见面 可这电话打了好几个,愣是没人接 她这朋友最近那可是麻烦缠身 生意失败不说 还宣布破产了 那情绪就跟个不定是炸弹似的 随时可能爆炸 吴女士不放心一琢磨 得去朋友在阳光山那价值120万美元的 三层独立大别墅瞅瞅 那房子那叫一个豪华 谁看了不眼,馋得流口水 吴女士到了那 前门关的那叫一个岩石 跟个铜枪铁壁似的 暗门铃也没个动静 整个一鬼屋的感觉 吴女士这心里顿时就七上八下的 拿备用钥匙开了门 近距一看 屋里空荡荡的 一个人影都没有 可吴女士的女儿眼尖 一下就发现楼上卧室墙上和地上有血迹 这可把吴女士吓得差点灵魂出窍 她朋友一个月前才自杀未遂过呢 这回该不会真出大事了吧 吴女士和家人赶紧四处找 可啥也没找着 车也不在车库 吴女士觉得朋友肯定是出事了 于是赶紧报警 警察来了一瞧 没强行闯入的痕迹 屋里还挺整齐 也没丢杀之前的东西 可那监控摄上头被人动了手脚 就在瞎了似的 啥也拍不着 吴女士告诉警察车不见了 警察还安慰她说 可能车主自己开车去看病了呢 还答应去查查当地医院 可吴女士哪能放心 坚持要全面调查 她这心里那叫一个不踏实 总觉得有天大的事要发生 第二天 一个男的发现一辆路虎SUV 在他家院子前停了一整天 车边还有血迹 赶紧报警 警察取了样本就走了 一开始还不知道跟失踪女人有关系 两个小时后 一个职业班的警察打破车窗 车里乱的就跟被台风刮过似的 后备箱有个行李箱 上面盖着毯子和被子 一打开 一股难闻的气味扑面而来 里面竟然是女人的尸体 很快 受害者被确认是55岁的华人富婆踪影 夜市报告一出来 那可真是让人倒吸一口凉气 她脖子 胸口 脸和四肢上有20多处刀伤 脖子上一到18厘米的伤口 差点把脊椎砍断 这明摆着是熟人作案 凶手悄悄进屋 还用受害者的车运尸体 想拖延发现时间 与此同时 吴女士告诉警察 钟领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不见 到底是谁这么心狠手烂了 这个叫钟领的华人女人 咋就落得这么个悲惨下场呢 咱来巴一巴之为人生赢家的传奇经历 钟领1965年 出生在中国 从小那就是个聪明的冒泡的主 让父母那叫一个骄傲 简直就是别人家孩子的典范 上大学的时候 专心学英语 为以后的国际职业生涯打基础 毕业后 在深圳正圈交易所工作 那小日子过得让人羡慕嫉妒恨 他在一个小商务会议上 遇到了真案弗兰克 两人那是一见钟情 火花四见 没多久就结婚了 还是那个可爱的女儿 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时候 钟领在政权行业 那可是如鱼得水 迅速积累财富 简直就是个硬钞机 1997年 在中国已经富得留有的 钟领和丈夫商量 移民国外 挑来挑去 选了移植的奥克兰 跟好多华人移民一样 钟领很快就适应了海外生活 积极拓展社交圈 仅仅三年后 他就办了个商学院 第一批就招了一百多个学生 钟领那叫一个果断又能说会道 把学校经营得红红火火 简直就是个点是成金的女版商业大亨 可后来学校出了财务纠纷 得清算掉了 但钟领没气馁 又去投简历 最后去了一家大公司当高管 一待就是九年 2010年又自己出来单干 搞起投资移民生意 在中国和新西兰之间来回跑 转得盆满钵满 2013年 钟领在中国参加一个投资移民研讨会 偶然遇到比他小八岁的企业家孙芳 两人因为是老相亲 近得很 跟失散多年的兄妹似的 那时候孙芳还在中国 但有移民打算 他看起来是个有钱的商人 资金雄厚地让人折舌 随着关系加深 他们决定一起做生意 孙芳经常以出差名义 去新西兰见钟领 他们的关系显然 不只是声音伙伴那么简单 但因为表面上是在合作 他们各自的配偶也没多问 2014年 孙芳带着老婆孩子移民到新西兰 在钟领的大别墅里住了很长时间 孙芳投了钱 到2014年底 他和钟领一起成立了一家 叫阳光宝的公司 后来又在新西兰注册了三家公司 一起在新西兰的几家企业里 投了大概2800万新西兰元 约合1.2亿人民币 钟领社交能力很强 跟新西兰投资促进部门的 高级官员关系 铁得很 他经常陪着这些官员 去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开会 演讲 跟政府合作吸引外资 这让他的生意如虎添翼 在他的精心经营下 杨光宝一度利润过亿 杨光宝还收购了几家企业 包括一家电影制作公司和一个酒庄 就让钟领在当地华人社区风光无限 人人羡慕尊敬 好多人都把他当华人女性的榜样 可谁能想到 这辉煌就像烟花一样 转瞬即逝 不到两年 他的事业和个人生活就开始走下坡路 2019年 钟领和弗兰克的婚姻走到尽头 因为弗兰克怀疑他和孙芳有不正当关系 一次激烈争吵后 弗兰克报警 要从钟领的床上取DNA证据 看孙芳是不是在那 钟领也不甘示弱 报警告弗兰克私闯民宅和言语威胁 因为房子是阳光宝的 在钟领名下 所以私闯民宅的罪名成立 弗兰克被关了起来 后来弗兰克同意离婚 钟领撤了诉 他才被放出来 弗兰克坚称钟领和孙芳肯定有一腿 还觉得离婚是钟领为了跟孙芳在一起故意安排的 可没想到钟领和孙芳最后也没在一起 还成了仇人 原来2019年开始 钟领突然开始卖资产 从阳光宝的四家公司里推出来当董事 原因是 他和生意伙伴孙芳有严重冲突和纠纷 他们的公司一直在亏损 最后没办法 只好把酒庄卖了 钟领还发声明说自己多爱那个酒庄 他的好朋友也证实 他因为生意失败压力很大 另一方面 孙芳怪钟领经营不善导致亏损 这两位昔日的商业伙伴 现在从相亲相爱变成了相爱相杀 2019年8月 已经在新西兰定居的孙芳正式起诉钟领 说钟领让他损失了1000多万美元 他在法庭上说想完全控制阳光宝的所有公司 还说钟领个人签公司600万美元 调查后 新西兰法院发现 到2019年12月 钟领和孙芳共同拥有的阳光宝公司 欠了999万美元的债 审计部门查了公司的财务记录 和钟领的个人银行交易 发现他从公司赚了大概285万美元 到自己的银行账户 可钟领在法庭上坚决否认挪用公款 他说 虽然自己确实从公司转钱到自己账户 但他也用自己的钱补贴公司费用 他还说 所有这些交易都是为了公司好 他还指出 其中一家阳光宝公司还欠他741万美元 第二个月 法院就把他们名下的所有公司都列出来清算 还派了个银行代表去接管他们最重要的投资项目 就是另一个酒庄 有了这些细节 新西兰警察锁定了两个关键嫌疑人 钟领的前夫弗兰克和前生意伙伴孙芳 这两位人兄 跟钟领都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纠葛和财务恩怨 简直就是两个行走的定时炸弹 警察先找弗兰克聊天 没想到 这位前夫竟然比大熊猫还温顺 他跟钟领的关系压根就没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弗兰克离婚后又找了个新欢 还有个铁一般的不在场证明 弗兰克还告诉警察 虽然离婚了 但他们还有个女儿 还像一家人一样 他们还一起养着两条狗 案发前六个月 弗兰克还把狗送到钟领家 弗兰克还爆料说 钟领跟他倾诉过和孙芳的矛盾 自己作为他们俩多年的朋友 还当过调解人 弗兰克还透露 孙芳私下警告过他 说钟领不还钱就杀了他全家 包括他这个前夫 听到这警察们眼睛都亮了 就孙芳简直就是个糊涂多的嫌疑人 警察找孙芳谈话 这位仁兄承认对钟领有怨气 因为生意上的损失 但他说杀了他也解决不了问题 钱也回不来 这话说的 他还说还有其他人 跟钟领有复杂的感情和财务关系 包括他前夫和他以前的情人 后来才知道钟领离婚货也没闲着 简直就是个感情劳模 在一次华人移民的聚会上 他认识了一个帅气的新移民到新西兰的叫凯关的男人 两人一拍即合 谈了六个月恋爱 他们都喜欢电影 还一起成立了一家电影制作公司 钟领投了大概28500美元 这投资额度简直就是个爱情保证金 有一次回中国度假的时候 钟领把他父亲留给他的14200美元 遗传转到了凯关在中国的银行账户里 可没想到疫情来了 电影行业受重创 他们的电影公司也没幸免 2020年3月 新冠疫情席卷全球 新西兰全面封锁 钟领说他一个人住害怕 就让凯关留下来陪他 虽然他们已经分手了 但又住到了一起 直到案发前几周 凯关才从他的大别墅里搬出去 后来在法院下令清算资产的时候 钟领和孙芳的关系彻底恶化 面临破产 钟领让女儿联系凯关 要回那14200美元的遗产 凯关说他的银行账户被冻结了 没法把钱转回去 警察问凯关的时候 他说自己并没杀人的动机 说他经济状况稳定 分手是因为生活方式不同 他还强调说自己有三套房产 没理由为了这么点钱杀人 凯关还伤心地说 那个大别墅曾经是他和钟颖的快乐之地 然后他提供了一个不在场证明 说案发的时候 他去东海岸参加一个工业大麻研讨会 第二天才知道钟领失踪了 警察接受了凯关的说法 排除了他的嫌疑 这下所有的调查重点都转到孙芳身上了 但孙芳真的是那个残忍的凶手吗 那个最早报警的吴女士告诉警察 钟领多次受到过死亡威胁 还有一些邻居说 最近看到一个亚洲男人坐在一辆 停在钟领家附近的车里 好像监视了他好几个小时 这个车里的男人会是警察一直在找的凶手吗 钟颖和孙芳的合作破裂后 他们的共同资产逐渐被拍卖 孙芳也被老婆赶出来 搬到了离钟颖的大别墅 只有几百米远的地方 孙芳投的好多钱都是从中国的朋友那借的 这下全赔了 他在投资圈的名声也毁了 孙芳准天忙着处理清算的事 见律师准备上法庭 晚上还要打发从中国来的债主 他知道钟领肯定还不了钱 就决定不让他好过 他花高价雇了个叫简骏的私家侦探 简骏是孙芳在中国的熟人 以前在中国当过刑事侦探 从2020年7月开始 他就在网上买了跟踪设备 偷偷装在钟领的车底下 他把所有发现都详细报告给孙芳 可就在案发前两天 简骏发现钟领开车去了奥克兰的一个赌场 再一查 发现他在过去四年里去了那个赌场381次 明显是个赌鬼 这频率简直比上班打卡还勤快 简骏赶紧把就是告诉了孙芳 简骏还告诉警察 案发那天早上 孙芳联系他 说钟领家周围有很多警察 让他离远点 当时简骏以为钟领是因为欠钱跑路了 可他突然想到 他的跟踪设备还在钟领的车底下呢 要是不赶紧拿回来 警察肯定会发现 他看了监控录像发现钟领的车停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 于是赶紧找了个没人的时候 把跟踪设备拿回来 第二天黎明 简骏和孙芳在麦当劳见面 孙芳说 看来钟领又赢了 然后 孙芳让简骏把跟踪设备里的数据都删掉 可简骏没照做 不久后 他从新闻里都知钟领被谋杀了 他立马意识到他的老板是主要嫌疑人 孙芳被抓后 警察搜查了他的房子 发现了一张钟领大别墅的布局图 上面所有的监控摄像头都标得清清楚楚 可图上有12个不同的指纹 就是没有孙芳的 警察还看了钟领家周围的监控录像 发现案发当晚3点38分 有个男人在他家附近 钟领的手机在4点26分关机 信号再也没出现过 7点48分 钟领的路虎在附近的几个监控摄像头里出现 案子的线索开始一点点拼凑起来 警方推测 孙芳是在夜里偷偷潜入钟领的家 两人发生了激烈争吵 然后孙芳杀了他之后 他拿走了钟领的笔记本电脑 手机和监控设备 放在车里 然后扔到附近的垃圾桶里 8点05分 路虎又出现在监控录像里 三分钟后 另一个摄像头拍到一个模糊的身影 从钟领尸体被发现的地方走出来 朝着孙芳租的房子的方向走去 2024年4月26日 这个备受瞩目的新西兰华人富婆谋杀案 终于在奥克兰高顿法院开庭了 这时候距离钟领死亡已经一年半 最早报警的吴女士坐证说 她觉得肯定有事 因为钟领多次跟警察说孙芳威胁她 他们的朋友也都知道这事 孙芳自己也跟熟人说过 她愿意花大钱收拾钟领 吴女士还坐证说 案发前不久钟领还说想申请的持枪许可证 以防孙芳伤害她 尽管证据都指向孙芳 可她还是不承认 但检方拿出了关键证据 在钟领指甲下发现的DNA 检测显示 这个DNA的白色染色T表记 跟孙芳的匹配 孙芳还狡辩说 她和家人刚移民到新西兰的时候 在钟领家住了很长时间 这就能解释为啥有她的DNA 陪审团可不信她这一套 一致认定孙芳犯了谋杀罪 2024年6月 奥克兰法院判处孙芳武器徒刑 18年06个月后可以申请驾驶 案件到此就结束了 看她这钟领 那可真实的能折腾的主 从风光无限的富婆 一路堕落成毒鬼 还惹了一堆感情和财务上的麻烦 把自己的生活搞得比蜘蛛网还乱 她这一招又一招的 简直就是在给自己挖坑 她身面的那些男人呢 一个比一个不靠谱 弗兰克怀疑她跟孙芳有一腿 闹得不可开交 孙芳呢 为了钱啥事都干得出来 妥妥的一个人型ATM机 最后还走上了杀人的道路 那个铠冠也不是傻神油的灯 拿了人家的遗产 还找各种借口不还 这起案子就像一团乱麻 让人摸不着头脑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钟颖的结局 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钟颖从风光无限的富婆到毒鬼 再到最后的悲惨结局 简直就是在给自己挖坑 她身边那些男人 一个比一个不靠谱 特别是那个孙芳 这个人渣 就该被扔进金玉最深处 永世不得翻身 人不能太贪心 也不能在感情和金钱上乱来 不然 说不定哪天 就会像钟颖一样 落得个凄惨的下场 各位观众朋友们 千万别学他们 做人要厚道 做事要谨慎 别为了钱和男女关系 把自己搭进去 那么对于今天的案件 你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下面评论区 留言 分享你的看法 别忘了订阅 鼠哥的频道 点赞并分享本视频 好了 今天的案件就到这里 记得照顾好自己 远离那些可能让你 陷入麻烦的人和事 爱你们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幅 请不吝点赞幅 请不吝点赞幅